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说我们这一次我们基隆市党部提名了13位 那么他当选12位 那么当然是遗憾没有办法前列的 虽然是没有办法前列的 但是也创下了基隆市议会 我们议员当选率最高的一次 提名13席当选12席这样 加上国民党这一次议员席次减少 没有达到议会过半的门槛 因此对于这一次正副议长选举 民进党基隆市党部主委苏仁和强调 民进党绝不会缺席 国民党选择在议员这一方面 是选择不见得有比较好的理想 所以只有当选13席 所以我们在这一次的12席跟13席 跟国民党13席 那么在就任之后 那么就要展开议长跟副议长的选举 我想我们民进党 民进党籍的议员 我们在这方面 我们是不会缺席的 那当然我们要当选的门槛 议长当选的门槛 当然是要过半 所以我们也不排除 自从我们自己提名之后 那找其他的一些无党籍 或是亲民党 甚至于国民党要支持我们的候选人 我们也都热烈的欢迎 而对于在选前提出包括 赠送青年电动机车等政策的 基隆市长当选人谢国良 民进党金融市党部主委素仁和表示 议会党团一定会严格监督 看紧市民荷包 不让金融市再走回负债老路 林医生在八年来 他从来每一年的预算都没有集结 这些像中央集结这些预算 这些金钱来扩充这些市政 所以我想谢国良应该最先表态 你不要说因为只有把 要搞一些像哥哥楼这些 撒大钱这些的政策来实现 然后害基隆市的财政又来负债 那这样是不对的 那你应该首先就是说 要像林又昌说 刚当选 第一个绝不向中央再几届 而且还要还债 苏仁和表示将紧述邀及 10位议员当选人开会沿上 团结合作在议会发挥最大的力量 监督市政为民喉舌 不辜负市民的付托 记者张旗潘 基本报道 接下来要带你来看 即将动工新建 展示解说中心的和平岛诸圣教堂 考古遗址又有进展 工作人员在18处落端坑位 进行考古视觉时 发现了一具新的遗体 不过这具遗骸与先前出土的 些许不同 带您一起来了解 考古挖掘人员 小心翼翼的清诊遗骸 这里是和平岛诸圣教堂 考古遗址现场 目前正在进行落住坑位视觉作业 结果在一处坑位 发现一具新的遗骸 特别是这具遗骸 还与过去出土的遗骸 有些许的不同 虽然它遗骸的位置方向 跟以前都一样 但是这一具遗骸上面 它有两块石头压住 那么至于为什么会有石头 来压住这个遗骸呢 考古团队他们还要再进一步的去了解 再去研判到底是什么样原因 从文献跟其他各方面的去做 进一步的去探究 那至于遗骸本身 因为还要再做清洗清洁等等的 跟整个的研究 所以目前一些比较具体的遗骸本身的这些相关资料 目前我们还没有办法提供给大众 让大家了解 这是这一次这一具遗骸 跟以往最大不同的地方 至于新遗骸的发现 会不会影响展示解说中心的施工进度 金融市挖掘方面也做出回应 这个展示中心的设计案 现在已经都进入到了细部了 但是当时在设计的时候 已经都尽量再去避开可能的位置 那么如果说 发现到了这一个遗骸的位置 也去影响到的话 因为在当时设计的时候 已经有预留一个弹性处理的空间 所以我们会适当的去做对应调整 在不去破坏考古坑的文字价值 跟重要的文物的前提之下 这些我们都有一个因应的方案在 所以这个倒是可以不用担心 挖掘方面表示 在尽可能不商计考古遗址的前提下 解说中心将踩落柱最少的工法设计 因此才就结构落柱的位置进行视觉 预计18处坑位发掘完后 将由施工单位接手工程进行 记者张琪辰金融报导 为在七肚区大华一路通往马林旧道的 高速公路寒洞旁的边坡 因为连日下雨不断冲刷 导致边坡的土石 开始有滑动的迹象 市议员张耿辉立刻联络七肚区公所 代理区长前往会刊 要求高工局尽快派人处理 避免发生更大的意外 随着下雨泥流不断往下流动 边坡上的土石也缺了好几处 树枝也跟着滑动 这是位在七肚区大华一路 通往马林旧道的高速公路寒洞旁的边坡 因为连日下雨不断冲刷 导致边坡土石开始有滑动的迹象 由于来往车辆非常多 市议员张耿辉立刻联络七肚区公所 代理区长一起会刊 要求高工局尽快派人处理 避免发生更大的意外 我认为我们高速公路4K加284的 我们的穿越蟑螂 往旧的我们马林方向 那日前的话 好大已经造成了这边土石 富泊的土石崩落 那这边来往的车辆也不少 所以说当初市政府也激起了向 我们相关的前车单位高工局来反应 新闻来反应 可是到现在还无动于衷 我想这个 怕这个灾害迫及到 整个富泊会划落下来的话 那人车在那边来往的话 容易造成意外事件发生 我想前车单位中央的高工局 应该立即的来做一些防护的工作 以免意外事件发生 我们现在已经发现 它那个树木有在倾斜的情形 那我们回去以后 我们去公所会紧速行为给高工局 三进随着保持业务能够毕业务 七堵区公所也表示 将会联络警方是否先用警戒绳和三角锥围起来 提醒过往的车辆行进这里时 要特别小心注意安全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接下来要带你来看中山区的大庆大城社区 居住的人口多又缺乏停车位 因此主要向道两旁几乎都停满了汽车 不过前一阵子因为有民众停在 没有划红线的路口转角处 导致热色车动弹不得 无法收热色 因此民众向市议员宋伟丽陈琴 一起来关心 中山区大庆大城社区 由于居住人口多又缺乏停车位 因此主要向道中和路168项两旁 几乎都停满汽车 不过前阵子因为有民众 停在社区里面168项是三弄 刚好没有划红线的路口转角处 导致垃圾车前后动毯不得 无法收垃圾 报警处理也因为没有划红线不能脱掉 因此民众向市议员宋伟丽陈琴 宋伟丽也立刻邀请市政府交通处 公务处等相关单位 以及当地里长当选人 一起办理会刊 将尽快划上红线改善 晚上有垃圾车要经过的时候 因为转角处刚好有一部车停在那里 然后整个就delay掉 大概一个小时的时间 那我想说今天最主要来会刊 就是希望这边公务处 先了解这个土地的全属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的交旅处 希望他们来划红线 那大致上应该都没什么问题 严禁大家在转角处 因为会影响到我们整个通行 以及我们的公安的问题 我们感谢宋前议长来办理这样的会刊解决 现在我们大进这个转角处 围停的一个情况 造成这个道路车的不变 我们借这个机会能够宣导 希望里面大家能够遵守 这个停车的一个规则 基隆市政府交通处人员表示 近期内将等天气放晴后 赶快先用红线7划上 提醒驾驶人这个转角处禁止停车 明年初再正式7会红线标线上去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每年都会来台湾过冬的 如此大军又来咯 这一次超过了1500只 不少爱鸟人士拍下了他们在金融河岸 捕获吴国瑜的全记录 一起来瞧瞧 金融河岸岸出现了上百只的炉瓷 在水面上盘旋 场面相当壮观 哇 绕圈圈耶 第一次看到他们是绕圈圈 他们齐聚一堂 在水中觅食 寻找猎物 每几下子精准地捕捉古锅鱼 大口吞下好不失手 就是在台北市松山长寿桥下 这群捕鱼大师今年来台过冬 估计超过1500只 其实最有趣的就是这个部分 就是你看其他的陆科鸟类 在旁边看如是镜子头 他们都傻眼了 所以他们常常会怎么样 他们在旁边等 等被他们如是追赶的鱼 小鱼 尤其是小鱼跳起来的时候 他们也可以也分一杯羹 大体上是这样 当然我们也可以注意到 它吞下去的时候是 头顺着喉咙 因为大家知道吴国瑜它是硬棋的 它背棋是硬的 你不小心会卡住 卡住就会影响它接下来的蜜石 它就会死亡 有这种情形发生 所以它很厉害 它就是头顺着喉咙 然后就把它背起本身 把它收起来 就一口就蹲下去 如此来台过冬 成群结队起飞时 紧贴着水面 激起白色浪花 画面相当的壮观 而他们可是潜涌捕鱼高手 他们在蜜石有两个方式 一个是 尤其是群体蜜石 一个是维旋式的 维旋式事实际上在台湾比较难看到 因为它通常是发生在海边 刚好是基隆河大石河段比较宽 新天溪也比较宽 所以它很有可能会有维旋式的密实的画面出来 你看上千枝那个维旋式看起来是很壮观的 如果说您加上了适当的地形像大石桥 圆山饭店 大家就知道 原来在台北市竟然有发生这种事情 那很有趣 另外一个就是履带式的 后面会感到前面这样子 整群这样密实其实也蛮壮观的 通常这都是在比较狭窄的水域 像基隆河的七堵细植 甚至瑞芳都是比较狭窄 所以常常看到这种密实方式 我们也关注到就是说它吃鱼 你看它的五国鱼可能一围有将近400公克 它一天的食量差不多平均差不多500公克左右 所以它吃一围五国鱼就薄了 但是上游有一些五国鱼还是比较小 所以说对于五国鱼来讲 基隆有正是他们一个密实天堂 有专家在1992年时发现大约有三四十只的 如此来台 去年数量高达1500只 主要是因为基隆河的五国鱼成了他们的最爱 但是以台湾来讲像风山水库 根据高雄鸟会的朋友告诉我说 风山水库因为它现在也有装设光电板 它加上周围的湿地的范围也被限缩 所以风山水库从每一年有三百三千多只 现在可能只剩下几百只或是几十只 不晓得这数量不明显 所以说风山水库这边的炉族数量多 它证明了两件事情 一个就是其他环境真的确实有烈化 然后基隆河的水质不错 因为来这边密实的炉旨不会离开 然后其他环境烈化的炉旨 有可能会有一些就来到这个地方 所以如果说这个情形继继下去 很有可能在两三年内 增加到两三千只都有可能 我们不排除了 一般每年的10月到更年的2月 是如此大军来台的高峰旗 也成了暗鸟人士难得捕捉的奇景 记者黄少民基隆报道 终于可以借的任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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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WiFi 这里是 WiFi 一到厕所 你家就像WiFi孤岛 好 还好有中加宽屏 有了Mesh WiFi穿透力更强 隔间再多也不怕 让你在家上网无私角 WiFi批动终结者 中加宽屏 搭配Mesh上网神器 最低只要799元起 现在就办中加宽屏 最后一集终于上了 不希望 没有WiFi 我都不怕 没有WiFi 这里是 我在哪 一到阳台 你家就像WiFi沙漠 还好有中加宽屏 有了Mesh WiFi范围超广 距离载远也不怕 让你在家上网无私角 WiFi黑洞终结者 中加宽屏 搭配Mesh上网神器 最低只要799元起 现在就办中加宽屏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加台北新闻 我是蔡小军 新闻一开始 要先带你来看 台湾媒体观察教育基金会 主办的22届台湾儿童 及少年优质节目 评选颁奖典礼 共颁发了年度六大奖项 总奖金高达18万 今年首次纳入广播及Podcast 等生意类的儿童节目 参加评选 竞争相当激烈 美观也相当感谢中加宽屏 连续四年赞助经费 一起来推动儿少优质节目 关心儿少的视听传播环境 画面现场是第22届台湾儿童 及少年优质节目 评选颁奖典礼 主办单位 台湾媒体观察教育基金会指出 因应多媒体世代来临 与儿少收视习惯改变 今年收件 首度纳入广播等声音类 的儿少节目参加评选 且不再仅限于纯粹的国人自制 今年共吸引84件 节目作品参加评选 角逐各大奖项 最后由客家电视台 音乐关键字 夺得年度最佳影视节目奖 财团法人客家公共传播基金会 讲课广播电台的耳工探险队 则是夺下年度最佳声音节目奖的殊荣 我觉得今天来到这个颁奖点 特别的有意义 因为我觉得这里是一个热情的地方 对 然后刚听了这么多的前辈 先进以及每一位伙伴说的话 我都觉得在台湾应该要更加的努力 来做更多的儿少节目 这个发展非常的重要 那么音乐关键字呢 是一个音乐科普的动画系列 我们期待是可以引起孩子们阅读的时候 观看的时候的共鸣跟共感 更重要的事情是引起对科学的重视 我相信评审过程真的非常非常的严谨 因为我们听打了三集的逐字稿 就是我相信评审真的是想要好好听我们的节目 所以需要这样子的逐字稿 你们也非常非常辛苦的去阅读 真的非常谢谢评审 给我们这样子的一个肯定 我们很开心能够用儿童的视角 做这样子的一个广播节目 结合圆略三家专重 就是哈嘎发啦 对 然后很开心能够做这样的节目 得到这样子的肯定 沈蒙太嘎 谢谢 关心儿少视听传播环境的中佳宽评 也连续第四年赞助活动 中佳宽评双北系统台总经理徐雪凌 也亲自出席颁发儿少评审团奖 好 台湾儿童及少年优质节目 儿少评审团奖 得奖的是公共电视台下课花露米 撞游闯天下三 恭喜 首先谢谢美关基金会与评审 对下课花露米撞游闯天下的肯定 给予这个公司超过20年的老牌儿童节目厚爱 其次要谢谢所有参与节目上山下海 还有无数个夜晚熬夜赶稿 以及后置的所有工作人员 大家辛苦了 谢谢 谢谢大家 我在这边谢谢这个美关基金会的邀请 让中佳集团有机会能够参与 然后共同来推动这么有意义的活动 就是台湾儿少评审节目的评选 那其实我自己也是两个孩子的母亲 那所以我在孩子小的时候 的确我非常 尤其他在学龄前的时候 当时网路不是那么的发达 所以为了取得很优质的节目呢 我甚至要请这个国外的友人 帮我从电视上录下 在那个年代还有VHS 可能比较古老了 那所以今天看到这么多的创作者 以及这么多元有创意的节目 我还蛮惊讶而且觉得很惊艳 那所以我想从中佳集团的角度 我在这边也允诺这个罗董事长 我想中佳集团会继续支持 2023年的这个 评选好不好 另外年度最佳主题特别讲 多元族群融合 由客家电视台的客客客栈 皮剑闯世界获奖 促进性别平等教育奖 由公式的极乐世界获奖 而为了持续扩大影响力 美观今年也特别举办 线上影音展活动 最后由Podcast同化透中导 以3282票一举拿下 年度最佳大众票选奖 今年的评选活动和颁奖 有几个特色 第一个就是 今年有增加了声音类的节目 特别是以Podcast的这个格式 这个形式来呈现 另外就是我们也接受了 除了传统电视台之外 来自于OTT平台的节目 此外呢 今年我们举办了很大规模的线上影展 以及观众票选活动 今年参与票选活动的观众 总数达到了一万八千多人 不只限于台湾本地的观众参与 也有来自于美国加拿大 以及日本的观众 热烈的参加 那这些观众的回响相当的大 此外呢 今年参加的评选的节目 数量也非常的多 总共有84个 包括影音类跟声音类的作品 节目 然后显现台湾的儿童及少年 优质节目的制作团队 非常的努力 也为台湾的儿少观众 提供了非常好的节目 那对于台湾的进步 以及对于儿少的视听福利 有很大的积极推动的作用 我对于客羽的节目 我觉得他们在创新的独特的风格上面表现非常的优秀 所以可以看到它的亮点大爆发 特别是在动画节目 动画的作品 然后另外 我觉得很压抑就是在OTT平台 还有就是广播电台跟Podcast 我觉得他们表现的不凡 而且我觉得在这里面 让我们可以看到说电视台 某些程度上比较重视在青少年的比例上面 还有广播电台 可是在Podcast 他注重的是学龄前的儿童节目 我觉得这让我看到一个有趣的一个对比 不过我还是觉得 就是我们所有为儿少节目制作的团队 我们都希望能够因应这个新媒体时代的这个趋势 是不是能够多制作一些新形式的节目跟产品 因为我们做节目 我们把这样的作品呈现给孩子的时候 真的是需要与时俱进 美观指出相当感谢中家宽评 持续赞助经费推动儿少节目 也感谢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 文化部影视局等单位的支持指导 今年共颁发六项年度大奖 发出总奖金18万元 希望透过颁奖典礼鼓励台湾儿少节目 持续产出优质创新的内容 为儿少来发声 记者陈淑平台北报导 而数位传播的趋势日新月异 台大新闻研究所攜手中家宽评 举办研讨会针对新闻实践 咨询操控危机与平台管理政策来做探讨 聚焦媒体生存环境与态度 如果国家没有公共电视 媒体生态与新闻会是如何 台大新闻所研讨会开幕主讲人胡元辉 透过媒体转型与民主永续主题 探讨公共媒体引领影视产业的责任 也开启听众思考对公民媒体的想象 那事实上在数位的发展过程里面 我们看到媒体有非常大的冲击跟演变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大家都在思考一个问题 到底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一个媒体生态 那在这个媒体生态里面 商业的媒体 公营的媒体 公共的媒体 它到底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所以我们从这样的一个出发来看看 到底在全球面临这样的一个 民主的挑战的时刻 西方的公共媒体 他们在想象什么问题 台湾的公共媒体又面对什么问题 就我们发现非常有意思的是 大家都觉得应该在数位世界里面 找到公共的价值 换句话来讲 就是应该让公共服务 可以在数位世界里面 得到充分的实践跟延伸 这样子才可以面对我们现在 一个资讯时代的混乱 或者不是讯息的挑战 这个场次是有关媒体转型 跟民主政治 那与会者都主张说 公共利益导向的媒体 应该要通力合作 然后提供好的内容 然后强化媒体素养 那长期能够深化民主政治 由台大新闻研究所 与中佳宽平举办的研讨会 以数位传播新趋势为方向 针对新闻实践 咨询操控危机 与平台管理政策来探讨 期许大众面对平台化的 新闻乐听环境 能够自主选择偏好 与分辨真假新闻能力 好 台大新闻所 今年的年度研讨会 那我们其实还是延续着 对于台湾的新闻媒体 数位转型的关切 所以我们今年的研讨会 安排了三场主要的讲题 那分别是从平台化的 这个数位汇流 对于新闻产业所造成的影响 然后呢 当然也是这几年 大家非常关心的 资讯操控的议题 还有针对这些数位平台 我们要如何的治理跟管理 那从这三个面向着手 那我想这几个议题 都是我们现在的 新闻媒体产业息息相关的 比如说我想其实今年NCC 才刚提出了一个数位 中介服务法草案 那引发各方的关切 那还有非常多议题 就在于说 那新闻业因为面临到非常大的 这个营收的危机 那在这样的一个 数位汇流的环境里面 那平台是不是也应该为 新闻业还有民主的发展 要付出相当的责任 那这个是我们今年研讨会的 关注的重点所在 我们非常高兴 其实从今年以来 我们就跟中央社会公司合作 所以让新闻所可以 在每年举办三场论坛 跟一场研讨会 那这一些其实我们都是希望 这也是一种公共教育跟沟通的一个重要的过程 那透过这一些议题 然后我们邀请非常多专家 学者还有业界的代表 来分析目前最新的情况 跟大家认为未来的 因应的对策应该是什么 研讨会除了开幕演讲 上半场的平台化新闻生存 讲述现今的媒体环境 下半场也针对资讯操纵与内容平衡 探寻这对月听众长久有何影响 并期待透过媒体素养的教育与宣传 示威平台的管理对策等 优化传播生态 记者温宇君台北报导 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央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央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终于可以寄的任务咯 什么 没WiFi 好恐怖 没WiFi 这里是 我的 一到厕所 你家就像WiFi孤岛 你家就像WiFi沙漠 还好有中央宽屏 有了Mesh WiFi范围超广 距离载远也不怕 让你在家上网无私角 WiFi黑洞终结者 中央宽屏 搭配Mesh上网神器 最低只要799元起 现在就办中央宽屏